我是侯雪茵 在做一个生态农场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跟当地老农去请教一些农业技术 但是当地老农呢 他因为是惯性的农业 都习惯用了化肥啊农药啊 但是我想追求的是一种 不用出草剂 我要人工出草 在水稻里面也不用肥料 让土地自我修复 让水稻自己去找营养 他们就觉得不可能 还有来自自己爸爸妈妈的 虽然先生是支持我的 但是父母觉得 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了 然后你又到了城市 自己应该过一种非常安逸的 舒适的那种生活 但是你又选择了 又回到农村 这个压力也蛮大的 我们第一年就到这边来种水稻 什么也没有用 就是自然生长 当年的说成 自己还挺满意的 400多斤产量 稻田里会养一些鸭子 它的鸭粪就可以给我们的水稻 有营养 就用施肥了 然后鸭子在这个稻田里面跑的话呢 它帮我 又松土 它又帮我去除虫 又帮我除草 另外我会再去养一些羊 鸡 还有猪 用这些动物的粪便来堆肥 再回到我们的土地里去 基本上不用外来的肥料 然后我农场产出来的一些 比方说像玉米啊 小麦啊 又给到动物们吃 然后这个动物也都是很健康 很自然的 基本上实现了自我循环的 一个生态系统 接下来我在农场呢 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农场做成一个 自然教育基地 因为我现在发现 好多接触会员的孩子吧 问他们菜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直接就回答我 要么是菜场来的 要么是冰箱来的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 虽然是回答是很可爱 但是也很可悲 因为他不知道 他自己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来接触我们的土地 这个是黑米酒 也是我希望是看大的选择 包括消费者对我的信任 我的会员 不光光是一个消费行为的关系 不光光是买卖 更多的是朋友 是理念相通的一些人 我们天然的食物 就应该是不加任何的佐料 就直接这样拿来吃 就有他自己食物本身的味道 然后这样呢 不光是身体自己本身吃的安全 然后对我们的土地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用心的吃货才能拯救世界